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给电梯活活的压死了 当大楼建成的时候 电梯常常在晚上的时候在不同的楼层停下 然后就自动打开门 有学生在晚上用这个电梯的时候 明明是underground 4 他就去到level 2 外面漆黑一片 而他正在按关门的时候 门竟然关不上了 然后他就听到一把男生说 小心不要站在那里 还有在第五的大楼的厕所里面 如果你幸运的话 会看到一个幽灵扯着另外一个幽灵 什么意思 还有在第五大楼的女厕所里面 如果你幸运的话 会看到一个男生拖着一个女生进厕所了 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来的 一名男生和他的女朋友 在厕所里面起了阵子 然后那个男生就失去了理智 用身上的枪枪杀了他的女朋友 然后吞枪自杀了 所以这个女厕所常常的闹鬼 有女生从镜子的导影 看到另外一个正在哀求她的女鬼 当她一转身的时候 往往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是不是死去的幽灵正在要求他们帮忙呢? 第七 青麦五星级酒店对面天台的女人 在青麦的某处的酒店 对面是一间医院来的 有人常看到对面的天台 有个女人在那边坐着 起初就不以为意 但是在晚上的时候 就听到窗口外面有好像刮玻璃的声音 还有听到女人的尖叫和笑声 看到一个女鬼在窗口外面漂浮着 那你是十楼耶 所以就吓到她们立刻的搬走 原来在医院的天台 曾经有个孕妇在那边跳楼的 这是否是冤魂不息呢? 第八 北壁府的俗称Sopani 北壁府在泰文里面就叫Kachanamburi 那离曼谷的话大概是120公里以外的 在世界大战里面 日军采用了大量的俘虏来建造一个死亡铁路 那死亡铁路的话就是位于北壁府的 有十多万的俘虏因为建造铁路而死亡 所以才有这个死亡铁路的称号 那这里附近的话有蛮多丢空的一些建筑的 都有发生过一些闹鬼事件 尤其是这个Susan Sopani 那Susan Sopani曾经是一个非常红的妓院 那很多妓女就是被骗而来的 那这里也称作是妓女的坟墓 很多妓女被活活的虐待死 所以有人常常在晚上的时候听到女人的哭声 晚上的时候格外的阴声恐怖 那如果你幸运的话还会看到鬼魂在那边徘徊的 其实你们不觉得其实恐怖的并不是鬼 而是背后真实故事的人吗? 那究竟是人恐怖还是鬼魂恐怖呢?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在这里的话我就想做两个计划 要需要你们的支持的 第一,其他字幕的输入 那如果你会中文的话 又会其他语言 包括英文啊,泰文啊,越南话等等的语言的话 欢迎你帮忙HandhandTV输入其他语言的字幕的 那其实这一个的话 就你有时间的话就翻译一下 你得空的话就翻译,不得空的话就不要翻译 你这样的意思 那个字幕翻译错也没关系 会有其他的观众会修改的 那以下的影片的话 我会解释给大家听是如何加这一个字幕的 那首先呢你就去到我的影片看到这个setting 然后按这个subtitle 然后你可以add subtitles 就是那个cc 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一个界面的 那你就可以选择在右上角那个add new subtitles 然后你选你的那个language 所以因为这个影片我没有上过字幕的话 所以我就要选Chinese Taiwan 就是繁体字的 那这里的话你就要点击那个create new subtitles 就是这个 那它其实会auto generate一些 它就会根据那个应销的那一个高低度 会出现subtitle 但是因为我的那个影片背景会有一些恐怖的声音嘛 所以这一个是不 不work的咯 所以你要remove那个auto generate auto generate的那个timing的 那你如果是啊 这里是需要讲话的话 那你就从这个地方点击在那个enter subtitles那边 那你其实就可以输入你要的那个字幕在里面的 那其实那个subtitle的长度可以拖拉咯 你可以长啊或者是短的 点击在右上角publish 因为这一个是我的户口的关系 如果你们的户口咧 他们是会选择继续或者是先保存 如果保存的话 其他的观众也可以再进过去 再继续的呃做那一个字幕的 好啦就是这么的简单啊 不会太难吧 那就希望大家多多的帮忙henhen tv 让更多不会中文的人可以明白我的影片在讲什么的 那第二的话就是收集鬼故事的投稿 那如果你本身有发生过什么灵异事件 或者是曾经有朋友有发生过类似灵异事件的话 欢迎你投稿给henhen tv 那我会在你们的全部鬼故事里面 选大概十个里面来做一个鬼故事集的 那我会在你们的那个投稿里面 进行一些修改啊 影片拍摄和讲的 希望大家踊跃的支持 那邮箱的话我会放在说明文下面的 好啦谢谢大家支持了 我们下一个集世界见 拜拜